你不要叫我 你不要點命我每一件啊 請你等一下我有錯誤嗎 我講一次 要回到你身上去猴什麼 什麼 我這個叫猴 你這個才叫猴啦 你這個才叫猴啦 我也可以挑戰你啊 你是立委 我是立委啊 你只能選出來 你叫做院長而已啊 那你繼續喊吧 什麼叫做我正去喊 你這什麼態度啊 我是院長 我朝野協商 那你繼續喊 你也可以繼續喊啊 我挑戰你剛好而已啦 喊再大聲一點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啊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啊 你為什麼支持我講話 誰支持你講話啦 你剛剛才是輪到我 為什麼你又跳過去 開什麼桌子你 我已經說過 等一下會回到你們這一 什麼叫做 你已經說了 是你指揮的 你當然你不要才使我 我講 你不要才使我講 我剛剛講過兩次了 我終於知道 你為什麼血涯會高了 因為你太不講道理了 那黃瓜商總召請繼續 請發言 我覺得齁 我們那個發言的順序的規則 到底是怎麼樣 是不是今天先請院長確定一下 有的時候用舉手 有的時候用趙倫 那規矩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院長立下規則 我們大家都願意遵守 那這個規則是不是先定好 容許我 你已經講好了嗎 就是說我希望能夠平均發言 例如我們民進黨發言完 國民黨發言完 民進黨發言完 但是有的時候咧 會有人提早舉手 所以我在這個時候 我就要問一下 第二輪或第三輪 沒有發言的政黨 請問一下你們有沒有補充發言 形式上一定是 平均大家都是有發言的次序 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我就問你有沒有二次發言 那如果你有 現在都已經第二次發言 已經發言完畢 就是請民進黨第二輪發言 請 謝謝院長 我基本上是建議 這個規則就把它立下來 要不然每一次黨團協商的時候 到底規則是什麼 大家都不是很清楚的話 我覺得對黨團協商的效率 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那也就是說 未來如果說 就三個黨團大家輪流 就平均發言的話 當然輪到你 你不想講 你可以放棄 那也讓院長不用那麼辛苦 然後在那邊看誰有舉手 誰沒有舉手 誰先舉 誰後舉 誰舉得長 誰舉得短 我覺得這個規則 如果把它立下來的話 我們都樂於遵守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那第二個事情 是說 我還是會認為 我們在黨團協商的時候 基本上 就針對院長 所要召開的議事事項 實質地來進行協商 不要再扯一堆 有的沒有的 因為浪費大家的時間 在那邊進行人身攻擊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意義呢 那完全都在講自己主觀 的一些想法 那甚至對別人進行謾罵 然後說人家沒有憲政常識 然後說一些有的沒有的 說當初會計法的覆義 是因為文字修正 要還原歷史真相 這太可笑了吧 2013年 會計法99條 質疑為什麼會覆義 那就是因為幫貪污 處罪化嘛 整個社會華然嘛 公民團體出來抗議嘛 四個黨團的總召 躲在議場背後的想法 你現在有沒有這個主題在回答 現在是可以插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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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只想請院長才是啦 以後大家按麥克風是 別人在講話 其他人都可以按麥克風講話嗎 就把規矩講好嘛 不要永遠好像就有人可以按著麥克風 在那邊插人家的嘴 在那邊罵人 那問題差點為什麼不止他 因為你在做人身攻擊 什麼叫人身攻擊 你講說真的沒有違憲 這個國會支持 這個是人身攻擊 你可以選定有沒有違憲嗎 這剛才黃國昌打臉你啦 人家在打臉你啦 然後被違憲沒有用啦 要講道理啦 你是大法官嗎 在大聲一點沒有關係 說什麼都沒有人身攻擊 你還要講兩句話才會贏 講法案 講現在嘗試是人身攻擊 什麼時候叫人身攻擊 什麼時候叫人身攻擊 我總之心問他 他連內容是什麼都不曉得 黃國昌是打臉你啦 黃國昌是打臉你啦 你是大法官嗎 好啦好啦 大家都在打 能不能拜託大家尊重一下黃國昌總召發言 好嗎 我要制止你們兩個就是要說 請你不要說 我制止你們兩個就是要黃國昌說 好 黃國昌情緒不要受影響 不會啦 院長我情緒不會受什麼影響 因為 其實我記得我在前幾次的協商當中 我也很清楚的跟院長報告過 我每次來這邊協商的時候 我都是希望 針對院長所召集協商的事項 就是論事 針對問題表達意見 這樣就好了 那每一黨有他各自的立場 說清楚就好了 但幾次下來 我沒有辦法去接受一個是 在當黨團協商的時候 有人刻意用這個黨團協商的現場 然後再對別人進行人身攻擊 發表他自己的長篇大論 那講完了一輪流以後 根本沒有重點啊 針對這個意思要討論的事項 根本沒有重點啊 純粹都只是在罵人啊 那如果遊戲規則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我們就要把話給講清楚嘛 那特別又在講什麼還原歷史真相 2013年會計法99條之一的歷史真相 就是四個黨團的總召 躲在議場背後的會議是 簽下了可恥的會計法的修正嘛 那要幫貪污犯儲罪化 免除一切法律責任 那個時候公民團體群情反彈啊 那個時候才受不了啊 蘇貞昌才出來道歉 馬英九才出來道歉 如果只是文字修正的話 用得著藍綠兩大黨的黨主席 出來跟社會道歉嗎 那也正是因為那件事情 從頭到尾就太丟臉了嘛 丟臉到不想要請 行政院院長來院裡面去做報告嘛 大家就直接趕快把票投一投 讓複議案成功嘛 你要談還原歷史真相 那就把事情談清楚嘛 那只不過說我其實不願意 再去扯以前的事情 因為這就不是今天 談的重 其實這就不是因為今天談的重點嘛 但我們今天早上 其實大家 都有 委員會 要去質詢嘛 那我們對委員會要去質詢 我們昨天接到院長的通知 因為這是重大的事項 我們也是趕快趕來這邊質詢 趕快來這邊協商 希望協商可以早點結束 我們回去各個委員會 還有各個委員會 質詢的事項 要來加以處理嘛 好 那回到 剛剛院長所 問的問題的本身 對於A案 明天就要處理 還是B案 禮拜一開全院委員會 禮拜二來處理 台灣民眾黨黨團都可以接受 以上 好 謝謝黃國昌總 接下來請吳思瑤幹事長發言 有沒有誰聽到韓國瑜院長說 下一個市莊瑞熊發言 首先 我第一次 在發言人數這邊 第二個就是說 他希望時間能夠延長一點 能夠大家更冷靜來面對 所以他的時間是在 六月二十一號星期五 或者是六月二十五號星期二 這就是採線了 最後 我報告 我還是在說 我沒有在我這一輪的發言 去做出時間的建議 了解 我只是在說明說 有三次院會 都是可以選擇的時間 那針對 侯孟凱署議長剛剛所提的A比兩案 我覺得18號跟明天是完全不可能 謝謝院長讓我再說明 明天的議程 昨天的程序委員會都已經排好了 所以明天不可能早上來 就我們透過朝委席上來變更 這樣對於已經安排諮詢的委員會 也是不好 所以明天是不可能 好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要急的這樣子 他有個B案 他有個B案 B案18號 那我認為也沒有辦法達到我說的 再審視再討論的這個時間 好 沒關係 等一下孟凱署議長請準備發言 等一下 現在請莊瑞雄幹事長請發言 不好意思喔 院長我們剛剛不是講過 三個黨團大家輪嗎 好 如果這個是規則 我們就按照這個規則走吧 請洪茂凱署議長 等一下跳來跳去 院長你到底組織會一次 在聽黃國昌指揮嗎 不是 指揮要突然跳來跳去 剛才等一下我再講完好不好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他們 要談副議案嘛 我們提出來他們有意見 所有他們有意見先講嘛 所以他們 然後 郭文綺 黃國昌嘛 然後我嘛 然後 然後現在又可以跳來跳去 妹妹妹 說幾首 然後他一直在講 他一直在講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聽我講完好不好 請說 現在既然可以跳來跳去 後來大家回應就是這樣嘛 然後現在 我幫洪茂凱舉手 我說等於沒有關係 你剛才也先到過 他說講完 換他講 換我講 我說洪茂凱就講完嘛 再來講嘛 這個你說 對你有力就要跳來跳去 你就會再 在這個程序系問題在那邊 亂打轉嘛 我跟你講 院長你這組織會議 你要定見 我絕對公正 OK 那一開始是不是這樣這樣這樣來 現在是以黨團為最重要的 對 現在如果洪茂凱他現在二次發言 黃國昌二次發言 沒有關係 我們一定要偵訊他嘛 他們如果放棄發言 就另外一個 對啊 那現在司藥已經說完了 剛才已經裁示過了嘛 我知道 你應該裁示過 不不不 是要講換 換這個 等我 這裡面有一個小小的 不太一樣 你說第一輪到程序 第二輪 一定要尊重大 開始又隨便插啦 好 等一下 你到底 教會發言嘛 不要急嘛 我說我沒有在急 好我們請不要急 我沒有在急 你現在什麼 馬上給洪茂凱來講 不是 好沒有關係 好 好來 到底這樣 第一輪是 麥克風切掉 不是等一下 我要講清楚啊 現在是第三輪 你說第一輪 再到順序 以後就可以隨便插啦 那就好 我們尊重不同的黨團 然後 不問題罵到我 馬上就是接著我對他啦 那黃昌昌也不要講話 你也不要來插 黃昌罵到我的時候 我馬上回應啊 你不能回應啊 這個遊戲規則 OK啊 買賽啊 然後如果黨團 可以放棄的話 如果黨團放棄的話 沒有人會放棄 什麼在裝放棄 今天到目前沒有人在放棄啊 今天這個宜蘭 但以前有放棄的啊 以前放棄 如果你放棄我們就 沒有 有的時候 沒關係 等一下 以前是這樣 好 那你先講 吳昌後面講 大家可以太扭 都沒關係啦 對 這常常有話說 不是沒有話說 不是說話說 什麼叫人身攻擊 什麼叫言論自由 什麼叫不同意見 好不好 我們請孟愷處理長 謝謝 先把麥克風切掉 等一下 黃昌突然插在我前面 你在黃總高後面 好 阿公阿姨 他不去 你去不去 你才會對 你剛才叫我 你叫我 你叫我 我希望你公正出的意思好不好 不是 跟柯總釗無關 院長看起來是很公正 沒有沒有 院長這個跟他無關 這是你跟我有的事情 我會回到 不是 你剛才說本來輪到我 不是 因為黨團要 國民黨團跟民主黨團要二次開業 沒有啦 你把我爭笑的 你話也都亂講啊 剛剛是黃國昌在講 我要試圖制止他們兩個 讓他繼續講下去 什麼你整個家說什麼 我就關掉 你說下一個輪到我講 阿現在一個爬手 你就說什麼 什麼又跳來跳去 阿你當我是什麼 專選幹長 你聽我說明好嗎 不是嘛 你剛剛是不是講說 胡思雄講完換我 本來是跟輪到我講的 他們講了幾文了 那有原則 不要亂掉 我 這個所謂原則 黃國昌要講話就沒有原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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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看到我的立場 我在主席委 我當然要公平啊 那你不是說輪到我嗎 但是他其他黨團要發言 我當然要他發言 他第一次發言 阿不然你就不要說 待會輪到我 你不要指定我嘛 你可以等一下 不不不不 我跟你講 你不要堵到他們 客氣跟要打招呼他 剛才我忘記了 我不吃你這一套啦 你在說什麼 什麼我在說什麼 你也很愛演啦 我在演什麼 我也是第一次壞的 為什麼你指定我了 你為什麼又繞過去嘛 因為他黨團 其他黨的提出發言 我必須要尊重他們 等他們發言完 還是會回到你身邊 你也要跟他說 阿莊委員 抱歉 現在換黨團來 你稍微這樣講 我會舒服一點啊 阿莊委員 抱歉 現在換黨團 怎麼這樣換黨團 阿 不是嘛 院長 沒有 Maurer 讓莊委員報 不行 阿我不是黨團 阿我不是黨團 握個精神 他們講了幾次了 我都還沒講 我要講重... 院長 relationships 我都要講重點中的 超級重點 好 現在他們講了幾次 我們現在一起來算 第一個 傅昆 Sidney總共講話了 對不對 你什麼時候讓我講過話 因為你們三個人不要急吧 林詩敏也沒講話 是你點名要等一下接下來是我講欸 你不要叫我 你不要點名我沒見啊 請你等一下會有錯誤嗎 黃國昌講兩次 然後回到你身上 什麼什麼 我這個叫吼 你這個才叫吼啦 你這個才叫吼啦 我也可以挑戰你啊 你是立委我是立委啊 你只是選出來 你叫做院長而已啊 那你繼續喊吧 什麼叫做我正式院長 你這什麼態度啊 我是院長 我朝野協商 那你繼續喊 你也可以繼續喊啊 我挑戰你剛好而已啦 你喊再大聲一點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啊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啊 你為什麼支持我講話 誰支持你講話啦 你剛剛才是輪到我 為什麼你又跳過去 開什麼桌子你 我已經說過等一下會回到你們這一 什麼叫做你已經說了 是你指揮的 你不要才是不讓我講 你不要才是我講 我終於講過兩次了啦 我終於知道你為什麼血涯會高了 因為你太不講道理了 什麼叫我不講道理 等一下會回到民進黨黨團身上 你就可以發言啊 院長 你還是有固定的遊戲規則啊 你如果 你如果 不要 只 剛剛才是說輪到我 我不會有意見 不要戴帽子 我耍什麼權威的 從頭到尾 那你為什麼 你點名說 施雅婉輪到我的時候 你刻意跳過去給別人 這是什麼意思 黃國昌 總召講得非常清楚 每一個黨團平均發言 我們剛剛講 黃國昌講話是 是聖職啊 你們民黨 是你要是 黃國昌已經講兩次了啦 那更糟糕了 院長 那更糟糕了 柯總召 柯總召 不好意思 柯總召跟你無關 是院長 你現在對著我 你認為你是院長 我必須要跟你講 剛剛黃國昌在講的時候 是 你們講說 嘿你尊重他 但你就變成不尊重我了 是 我就 你還沒搞清楚嘛 你不要才是我 你跳別人 我沒意見嘛 這你本來就是你院長在朝野協調 在主持嘛 你就說我 耍你跳過去 你也幫我按捏一下 那不是這樣說 我也沒說過 不要說你運動 你贏啦 要跟你尊重就跟你尊重嘛 一定會尊重你嘛 可是你幹嘛給我耍這個呢 我在耍什麼 你不是才是過 你才是說 接下來輪到我 我已經等了多久了耶 柯總召 天地良心 什麼天地良 我盡可能公平 你還在期待你挑鋼筋 不是挑骨頭啊 什麼叫我挑鋼筋 你如果不才是我的話 哈 休息完 洪洪凱主席長就好 好 院長辛苦 謝謝 啊 鎮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